兄弟们,日本人跟我装弹日杀了 很简单,重点是杀了 别动我,杀完了 警察暴力之法 警察暴力之法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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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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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大家好,我是大树 这位一边使用暴力 一边嘴巴上还追问人家抱不抱的交警 是当下大家热议的话题 那么很多人看完这个视频以后 都认为交警的锁喉操作就等于在杀人 根据警方的通报显示 浙江乐清交警在执行交通整治工作时 查获了一辆多次违法未处理的轿车 与司机发生冲突 并出现不当行为 警局对交警采取了停止执行职务的措施 看到警队这样的措施 我真的无语 这明显就是错误的实施 这种扭曲人性没有纪律和职业操守的警察 要在正常社会肯定是要被开除的 是要接受审判和调查的 但是在强国这位交警只是停止了执行职务而已 所以就在这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件中 就可以反映出强国很多体制上和社会上的问题 那么说到这儿 前几期的视频中有人一直追问我 让我对比一下中美两国执法的具体情况 他觉得我光说中国的警察 不说美国的 这似乎有些不公平 是在针对中国 那我觉得呢 看了这个交警执法的视频以后呢 咱们也不用对比两国了 我觉得啊 不管你是哪国警察 咱也不管嫌疑人是否有刺激到警察啊 那警察是一个纪律不对 虽然他可以执法 但是他也是要在职业操守的这个范围之内 也是得在法律赋予的权利中去执法 那么只要超出法律职权的 那就是违规操作啊 哪国执法队伍都一样 暴力执法就是要承担暴力执法的法律后果 所以对比两国的执法啊 要是美国有这样的行为 这个警察一定就凉凉了 就不只是停止执行公务这么简单了 不过anyway啊 今天我们的视频亮点 是在小野亮这儿 各位看完小野亮的视频之后呢 咱们可以好好的吐槽下 皮条外交官小野亮 不过在我们吐槽之前 我们要先穿插一个工商广告 几个月前呢 我作为一个独家视频创作者啊 成功的加入了干净世界这个视频媒体平台 那大家知道啊 现在很多平台需要代名词去聊些敏感话题 对言论非常不友好 而且对创作者局限很多 那么在干净世界呢 我们就可以畅所欲言 另外干净世界平台呢 现在又推出了影视平台计划 那这里面呢 有很多独家的纪录片 还有很多呢在院线才能看到的电影啊 当然啊还有一些对小朋友非常友好的具有教育性的动画片啊 像是我女儿最爱看的动画片小乾坤 那我知道呢这个小乾坤啊 在他们的官网是要收费的 但是现在加入干净世界的9块9毛9美金每月的黄金会员 大家就可以无限的观看这些视频内容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大家只需要输入打写的拼音现实优惠码 LUSHUTV 就可以享受15%的折扣优惠 那现在干净世界这个平台呢 正在建设中啊 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影视陆续登场 那也希望大家呢多多支持这样的正义平台 为我们未来的社交媒体环境尽一份力 中国人你跟着啊 中国人你都给啊 真的吗 日本人跟我装 我告诉你啊 中国 中国找不找不论你说了算 我将冬睡你不走 别动我 别动我 本来吵架的最开始 如果对方是侵犯了小野亮的肖像权的话 小野亮要求别人删除这些视频 这都是无可厚非的 关键是一到这些争议事件上 他们的自卑心就开始泛滥了 那日本人让他走 甚至提到了中国人什么什么的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人家根本就不是针对中国人 而是赶小野亮这群人走 可是小野亮他们偏偏要把这些事情 上升到所有中国人的身上 甚至还对人家保安大吼 说自己是日本的纳税人 纳了很多钱 甚至他还对人家说 你要敢动我 外交部就会去找你之类之类的 那说出来其实都要让人笑话 我想只要在日本有正常身份的 都是纳税人的一部分 你小野亮交的多 但并不代表你特殊 而且谁交的多谁就有发言权 就是社会的强者 这不就是魔共的那套体系中的东西吗 是吧 再不就是一遇到事情 就拿自己的背景和后台 去羞辱和威胁别人 这不都是魔共的那套东西吗 所以我们看到 无论是之前英国的这个咆哮哥也好 还是到后面的这个英行的咆哮哥 和上级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炫富的 我这手表是28万的这个小伙 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的思维特征和处事手段 都是几乎相同的 都是魔共那套东西 如此看来魔共对中国人的破坏是极大的 而且像小野亮这类人 他们又不知悔改 整天觉得别人区别对待中国人 所以他们越极端 世界人看到他们就越厌恶 因此我们发现 就整个魔共的这一套恶性的死循环 对中国是有百害而无一意的 但是现在的国人 他们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 什么也听不进去 就像脑袋伤了锁似的 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 就是非要一条路走到黑 恨这个恨那个 认为所有人都是在区别对待他们 所以早晚有一天 他们这样的极端行为 会引发世界人对我们国人的讨伐 此外小野亮的拽是有原因的 因为小野亮是不折不扣的赵家人 北京就是大院文化 东复西贵南平北建 亮哥主的就是西边 我可真的一直没忘本 我生长北京的这个地区 基本上全部都是大院 像什么空啊海啊 还有我生活的这些什么各种北啊 有很多这种大院 那我就是从这个大院里走出来的 这个大院里成就了很多 现在中流抵触的一些很厉害的领导 我小的时候在大院里面是有自贡暖的 你们知道吗 自贡暖的 他只有这种干部的这种大院里面 他才会有这种烧煤 煤堆也就是煤堆 可是我小时候老上去爬 所以我都能清新的记住 这煤堆的位置在哪 这种小的时候场景 真的在我的脑子里 到现在都忘不了 这种地方 讲你在一些工人大院里是没有的 觉得我就是我 所以啊兄弟们 人在海外啊 一定不要忘本 实际上呢 一路以来啊 我做了好几集关于小野亮的视频了 那么我们发现啊 这个小野亮在网上啊 不断的发布这些仇日啊 区别对待日本人啊 甚至是对日本女人非常不尊重的视频 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基于他的言行 受到过日本的制裁 所以这也恰恰的就体现出了 民主世界的一大特点啊 不太会因言获罪啊 但是呢 这类特点啊 也恰恰是民主世界里的一大硬伤 因为对小野亮这类人 民主世界里也要一视同仁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聊这么多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 觉得我既然有了流量 我就是我 就是在日本生活的一个很正能量的华人博主